謝謝梁議員 就著政府的主題答覆 其實政府是拒絕承認2047年是一個需要討論的政治時間 這個令到市民很焦慮 假如一個50年不變是沒有任何意義 2047年這個時限對香港來說是沒有任何其他特別的意思 又怎會寫明在一部小憲法裏面呢? 到底政府是開城報公還是企圖掩飾問題呢? 其實大眾很關注2047年之後的土地使用 司法獨立等等的問題 而這個都不是政府當局一句話 2047年不存在問題就能夠草草大過 我想跟進的是副局長 既然你覺得你相信一國兩制是對香港最好的安排 你亦都相信就是國際社會一致認同 基本法實施以來一直運作良好 但是近年聯合聲明的另一個替約國英國 其實他很多的聲明都很關注香港一國兩制落實狀況 例如是里波事件等等 那你可不可以展述一下 同行灣書店事件和近日的人大釋法 加上政府缺乏民意認受的時候 怎樣確保一國兩制的運作良好 而不是對一國兩制打來破壞呢? 很容易 一國兩制的實施基本法的運作 由回歸以來都是非常良好 亦都看不到在實際上有任何需要改變的情況 所以自回歸以來中央特區政府 一直都是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是落實一國兩制 這件事是過去是這樣 未來也將會繼續提供 多謝主席 前一段時間你的下落不明 其實引起外界很多猜測 不少人認為你是被失蹤 是被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 從香港綁架回內地 其實是否有這樣的事呢?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的 我已經是透過這個香港警方和我太太 多次聲明過 我是自願返回內地來配合調查的 回國自首是我個人自願的一種選擇 中央特區政府一直都是嚴格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是落實一國兩制 這件事是過去是這樣 未來也都將會繼續是這樣 多謝主席 謝謝